日出康城的公共交通交回處 新的巴士站昨天開了 10月31日 這個PTI究竟會不會是港鐵的對手呢? 時事留心即學問 歡迎來到VIPI 豬仔 Channel 之前大家都知道 這個臨時巴士站好像應酬大家 有大家日曬雨淋自然風乾 現在新的巴士站就不同了 有蓋子的 也不怕日曬雨淋 暫時這個新的公共交通交回處 有4條9巴線 3條新巴線 和1條去機場的巴士線 另外有2條線去進行的小巴線 第一天開了夜晚的時份 VIPI 去參觀一下 看到這裏就是 這裏是公共交通交回處 Pupped Transport Interchange 同一時間 在康城站的B出口已經開了 你看到 這裏有個牌 B出口直接到下一層 這裏如果對應商場來說 應該是Level 2 同一時間在B出口 就想上去商場的Level 3 希望開了這個Exit B之後 以後大家不用塞在X6C那裏 那麼濟用 當VIPI 打算由Exit B走到巴士站 發現原來 Malibu 是有條私家路由自己的屋苑直接出這個Exit B進入港鐵站 之前VIPI 有條片說 Malibu 可能走2至3分鐘才到達地鐵站 其實是走那條Level 4 橋 但現在有這個 其實它可能不用1分鐘 半分鐘已經到達地鐵站 這裏要修正一下 更新大家 我們繼續沿著出了Exit B走 經過這個商場的Lobby 看到今天11月1日 這邊也會開賣 上面Level 4 一上去的話 就會看到太輕 我們繼續走前 這裏可以看到左邊有兩道門 其實是有升降機的 可以坐升降機到Level 1 如果我們不坐升降機 轉到左邊 就發現有兩行的電梯 一上一落 這裏應該是主要的通道 是回到PTI 這裏應該是主要的 由這個電梯下來 右邊最主要是這個區域 其實就是巴士的區域 Wippy 數過了 暫時有4個 巴士停泊區 是正在用的 頭兩個是9巴用的 有98 98S 另外有一個去全灣的 之後有一個泊位 就是新巴 例如797 停泊在這裏 走過了 797這個巴士泊位之後 右邊 你看到向前走多幾步 左邊 就有一個去機場的巴士線 就是那個位 這裏順便提一提 也有朋友留言 說現在去澳門 還要搭這個廣鐵 去到 這個上環站 然後轉船才能去到 其實坐這間機場 以我理解,都去到廣珠澳大橋的禁區 再由那邊接駁去廣珠澳大橋 轉乘巴士去澳門甚至珠海都可以 應該有些選擇 當然,Wippy 街坊跟我說 之前一開廣珠澳大橋,就用這個方法去澳門參觀一下 玩一天,大家可以考慮一下,用這個方法去玩一下 走過了巴士那邊之後,發現中間這個位置分了兩節 近一點,Wippy 現在走的地方,就是的士的上落客停泊區 或者是私家車的上落客停泊區 但你看到,對面有小巴站 112那兩條小巴線,就要走過馬路才能去到 遠路走到盡頭,這裡就有的士站 其實公共交通交匯署 其實就是巴士,小巴和的士的區分很清晰 因為他們看來就不能共用同一條行車路 和交匯署的入口出口 有巴士,有巴士,有巴士線,巴士站 自己的出入口,小巴亦是 的士和私家車亦是,分開了 的士和私家車亦是,有巴士,有巴士,有巴士 這個設計,Wippy 覺得,如果相比 例如我們現在的Chateau Bus 新的在將軍路地鐵站的交匯署 其實感覺上會安全很多 因為它最主要把不同的交通工具 已經分劃了不同的區域 所以你不會說乘坐小巴就經過巴士的路面 然後才能夠乘坐小巴 乘坐的士也是一樣的 今天是第一天開門 有些歷史性價值 Wippy 又拍了一段影片,分享給大家 大家可以逐個留念 同一時間,這間全新的紅巴 有些小朋友 應該是巴士的粉絲 正在拍攝巴士 如果你是乘坐電梯由地鐵站XB 由Level 2 到Level 1 一落地,右手邊的柱 已經有9巴的月票自動售賣機 這裏就有一點新的 大家要留意一下 如果大家經常乘坐巴士出入 可以考慮一下用月票 其實Wippy 覺得9巴想想這些東西 方便了 將來多些居民可以考慮乘坐巴士 不用一定乘坐港鐵 不是說港鐵不好 但將來鋼灣大橋再加上 將南田隧道開了 理論上要乘坐巴士 有機會去某些地方 比乘坐港鐵快速 所以將來 如果開通鋼灣大橋和 將南田隧道 絕對巴士是一個非常有效的 分流的交通工具 大家也不用只乘坐港鐵 有多個選擇 這個新的公共交通交會處 又不用怕日曬雨淋 方便大家經過商場 直接進來這裡 就算打風也不用太害怕 如果將來有多些老闆的選擇 我相信可以 乘坐地鐵還是巴士 有幾秒要留意一下 想想乘哪邊會好些 所以你說暫時 是否可以挑戰到港鐵 未必 但將來 如果多些路線選擇 就應該可以在康城的 另一個交通工具 去出或回來康城的 好的交通工具 所以康城路應該會越來越繁忙 好 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明天應該是商場開門了 希望Wippy 就有時間去逛逛 再去帶一些新的商場片給大家 下一集見 再見 Joseph 起司 阿尬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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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